輕薄Notebook日系的代表當年要數Fujitsu 他們的Notebook很多年前已經做到1KG 以下 而今年他們推出了UHX 13.3 2022版本 一改以往沉重黑色型格設計 用上珍珠面的白色機身 為電腦注入優雅清麗的新一面之外 而最重要它是Made in Japan 講到輕鬆這部Fujitsu UHX 13.3 重量只有878g 只需要兩隻手指就可以輕鬆把它拿起 平時要吉他出出入入都絕對不是負擔 不過不要體銷那麼輕身 其實它的電池容量比上年型號多了25% 去到63W per hour 官方數字最長使用時間是11.8小時 小編試過最長可以去到接近13小時 其次它的外殼其實都用了鋁合金物料 機身還通過Minitary Standard 810H軍規測試 內用度自然更有保證 另一個賣點就是今年的型號 搭載了最新12代Intel Core處理器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處理器入面 由兩種特性核心組成 一種會針對效能的Performance Core 簡稱P Core 另一種會針對省電的Efficient Core 簡稱E Core 以UHX 13.3配備的Core i7-1255U為例 會有8組E Core 和2組P Core 加起來會有10核12線程 再配合Flat Director和Windows 11的作業系統 處理器可以將簡單的工作分配給E Core 負責 藉此就可以達到更省電的效果 可像了這部富之潮UHX 13.3幾日 用來做文書夜 體驗上比較難得是去屏幕用了磨砂面 不會反光 Touchpad還有獨立的左右鍵 以及符合人體工學的鍵盤 打字都頗舒服 如果要坐咖啡打發時間 幾乎坐足一整天都不用中途充電 萬一事前忘記充電 它本身都是用Type-C 以及支援PD65W的規格 簡單帶一隻PD火牛 或者流動的充電器 就可以輕鬆解決到 而且最快一個小時 就可以充到80%的電量 當然 只問書用途 買台Pentium機都可以 不過Intel 12代Core處理器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需要時可以立即給你效能 例如突然間有圖上Edit開過Photoshop 它的反應一點都不慢 而且看回它的測試成績 同樣執行Photoshop的測試 對比11代Core i7-1165G7 它的效能還增長了13% 至於說到它和其他輕薄Notebook的分別 就是它機身會提供所有必須的接口 包括Type-A的USB 標準HDMI LAN 以及兩組Type-C Fundable USB4的介面 使用者不需要任何Hubs 便可以駁到LAN 顯示器 或者投影機等等 除此之外 Wi-Fi方面 它亦支援最新的Wi-Fi 6E 而為了近年Work from Home 多了用視像會議 屏幕的頂部 便會提供兩組Digital收音咪 以及720p的視像鏡頭 高效能的AI主動擴充功能 令你開會時聲音更清晰 而Webcam本身亦避有防規活門 減少不記得Siccam而出現的尷尬情況 Fujitsu UHX 13.3 今代電池容量提升了 但仍然保持著輕巧的機身 配上最新12代Intel Core處理器 令電池的使用時間可以更長 再加上它保留Fujitsu最重要的Made in Japan這個賣點 這點對Notebook來說 相信都要是買少見少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已經差不多 明天找到什麼新產品 就再跟大家介紹 好了 拜拜 我先來解釋一下 我先吸引一下 我先先來解釋一下 掌放電池 會不會改成 我先來解釋一下 你跟一個經驗 的話 tre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應該對手 你跟著到什麼 可以解釋一下 你不會脹 你可以解釋一下 你能解釋一下 我先去解釋一下 我先去解釋一下 你不是很难知 你會這樣解釋一下